- 大家好我是小林 這次來短評一下林作的普丁同學 不是 是林作的愛麗同學 又來鼓勿正業 正當我寫下一期MyGo人物誌苦思良久沒有靈感詞 我的購學家好友就推薦我看這部愛麗同學 轉換一下心情 他說看了這個你就會有靈感 於是我就打開來看了一集 然後我就停不下來了 這部作品才出到第五集 第五集啊 我什麼都不想做 只想看第六集的愛麗同學 其實這部作品在未動畫前就有一定的人氣了 原本預定是在4月的時候開播 但因為一些因素而延期到了7月 延期必定是帶給觀眾更多更棒的畫面呈現 這部作品中開播以來也確實沒有辜負觀眾的期待 看完第一集 我是愛麗同學的狗 看完第二集 我是有希同學的狗 看完第三集 我是馬下同學的狗 看完第四集 會長來真魯迪 立志立志 我是會長的 沒事 我們繼續接著說 人物製作盡量互動性高 重點是福利滿滿 一滴也是一起換一個經費超多 還有聲優心唱 畫面也都是上好食材啊 沒有因為每一集都不一樣而上市的品質 品質一直在水準之上 動畫工房 我大哥 不解釋啊 這竟然還有HOMO元素啊 整體觀看接受是蠻順暢的 劇中以三集分別呈現的三位老婆也是非常有趣啊 馬上就讓觀眾形成了三國黨陣啊 四朝 聖母馬夏 你們不都喜歡人妻嗎 聖母馬夏肯定是朝市中心會啊 還有劉 有希同學 還是孫雜們標題的愛麗同學 又是會長大大 究竟誰會小到最後呢 早已在五集播出之前 在各大黨員間產生熱烈的話題啊 空前絕後 空前絕後 那我呢 我全都用 愛麗同學的深憂 則是懸中了正偉上班情 由大學主修俄語的上班情單人 再加上作品對俄語堅持會十分嚴謹 請了一位俄語堅修士品質保證 這部作品的賣點就是 愛麗同學教修時會繞俄語 雖然他的心上人全部都聽得懂 不過馬薩基君情勢也是挺高的 沒有立刻拆台 真不愧是腳踏三條船的男人啊 不說這個其實馬薩基君的顏值也是挺不錯的 標準的有臉有情商有能力 然後還有兩個給力的兄弟 會在馬薩基君有需要時刻意迴避 這兩兄弟是天使下盤吧 放在天使我還不偷三一把 本部作品算是透過倒序穿插 主角們過去回憶的方式呈現 也是說作品開始呢 愛麗同學早就已經暈了馬薩基君了 畢竟你看看那個有戲同學貼上去的時候 那個吃醋的表情啊 年輕人戀愛的臭三位啊 時常沒聊兩句 愛麗同學就嬌修啦 準備用拳頭給馬薩基君呼呼啊 早安馬薩基君看起來也是抖M 直呼這在我們業界是種福利啊 真有你的啊馬薩基君 我是說你這個變態 對於耳機檔來說 嬌修的愛麗同學都會是一大鼓勵啊 就像是有一位陰法梅子在你耳邊說話一樣 想太多了快醒醒啊 後面一位我們來聊聊有C同學 有C同學是本作最最最最最有趣的 不過其實被打上十美光環 究竟能不能下到最後還得看作者 吃不吃骨科這套 有C同學的個性就和愛麗同學天差地人啊 比起愛麗同學不談出來的個性啊 遊戲同學則是非常開放的啊 從他和馬薩基君的互動比較活潑就能得知 這妥妥的胸控啊 劇中有許多比較心細的部分 像是拉麵那一段也能看出他比較小惡魔的個性 在外國會迴之形象 心思細膩會關心自己的哥哥 又有阿宅屬性的高中少女 也就是在座各位心目中的理想型啊 第二集出燈版有C股就逆勢爆發 衝破漲停 可是有C同學沒有在說明上啊 唉難道這就被判施葛了嗎 目前的劇情上來看 我實在是沒辦法認為有C同學跟馬薩君的關係 是正常的兄妹關係啊 到底哪個妹妹會在你床上坐著叫你起床 行行好嗎並沒有 同齡兄弟姐妹的房子就個禁區沒啥兩樣啊 行行啊不要再幻想啊 最後一位是馬薩同學 馬薩同學不同於前面兩位 她是愛麗同學的姐姐 是被套上青梅和母系光環的大聖母 也翼座聖母瑪莉亞 第三集出燈版 馬薩的股就逆勢上漲直衝漲停 青梅主法到底怎麼輸啊 而馬薩也是非常直接的進攻馬薩君的弱點 也就是母愛 這到底哪個男人能扛得住啊 馬薩是可以成為我母親的女人啊 好了聊完圍繞在馬薩君身旁的三個女人後 啊忘記會長了 不過應該沒關係啊 就來說說風格吧 與其他戀愛曲劇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劇情叫不脫塌 不像某些戀愛曲劇一脫肯了好幾集 每個女孩喜歡的方式都非常直接 而這個男主也意外的挺聰明 混合上不同女孩與男主相處的過程 時而發堂時而搞笑 節奏算是非常穩定啊 中間串插了許多過往的回憶 也是交代了愛麗同學屬於比較認真努力的個性 還有一點無趣 是認真到了那麼一點鑽牛腳尖的地步啦 那咱們馬薩基君作為他一年的鄰居啊 也是屢屢轉線高情商營救愛麗同學脫險 只要我喊救命 馬薩基君就會出現在我面前死打死的當馬啊 人讓人不暈船嗎 馬薩基君果然是罪惡的男人啊 第五集正式進入暈船集啊 雙方在第四集火熱交戰後啊 馬薩基君一波猛烈的高情商輸出 這時身為女主的那方肯定是要嬌羞回癮啊 那這白毛可不是普通人啊 是正偉配音的愛麗同學 明日的小腦袋早就有看出眼前這個男人在想別的女人啊 你別問我為啥知道 就問你們在座各位肥宅啊 有一個這麼頂的妹妹 她有一見面就摸你臉頰幫你插頭持續輸入母愛的妹子 你能不想別的女人嗎 不過這小腦袋掛裡想想就好了 但咱們馬薩基君就是鎖出口啦 你這白癡 於是她就被刪了一巴掌 隔天 嗯...史萊的嬌羞期啊 戀愛的臭三味呢 年輕真好啊 第五集可說是福利滿滿 情有超強的友希同學 反向對馬薩基君輸出一波攻勢 也另外對書名旋轉的根本就是超人啊 我的友希同學 同樣這是愛麗同學和馬夏同學的接力賽濾進一整場開到底 還有母愛的持續輸入 只不過我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啊 愛麗同學的處境是不是有點危險啊 更以上有希同學和馬夏同學可是 莉亞愛麗同學啊 日房夜房 佳姐男房 佳妹周房 古科幣房 愛麗到底怎麼贏啊 難道愛麗同學真的只下書名了嗎 我沒看過小說 真期待動畫後期的發展嘛 OK最後來說一下總結吧 這部作品作為一個戀愛奇趣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裡頭角色互動可謂是非常生動有趣 但你不會覺得空泛無趣啊 想要接著看下去 尤其是有希同學的各種奇葩舉動 有這種妹妹你還不每天早點回家 心情吧你沒有妹妹 依照目前的情勢來看 愛麗同學作為女主角 確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比起他兩位個性較為鮮明的女性角色 應該這麼說 就是有希同學跟馬夏同學的個性 展現得淋漓盡致 遙論顏值三位都是風華珍貌的高中少女 顏值這條路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啊 可能是為了凸顯不一樣的風格吧 反正另外兩個是很對觀眾們的胃口啊 不過我對於黨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想法 你許去上個年紀就只想輕鬆的看看動畫 看看那些曾經死去的青春 妄想體會那沒能體會過的劇情 另外一個亮點就是ED啦 動畫工房這次用料真的非常豐富 除了前面提到的每一集不一樣畫風以外 這些歌曲都是知名歌曲 而且這都是以聲優重形唱的方式呈現 真的是非常有誠意啊 再說一次動畫工房我大哥 感謝你啦動畫工房為我們呈現如此精緻的餐點 其他動畫工房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精彩有趣的內容 這次的愛麗同學短評就到這裡結束啦 動畫完播後會再出一集完結點評 成為遊戲的作品怎麼能抽過呢 這個頻道會持續推出人物之系列與新版點評 喜歡的話還請訂閱按讚分享追蹤我 那麼我是小鈴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歡迎收看